中伊南兰队抗赛,主力全部缺阵的南兰兰队大胜伊朗队,任俊飞19分,你怎么看,没有郭艾伦一剑连中国南兰大胜伊朗准国家队,姚明双国家队效果出现在5月30日晚进行的中国南兰与伊朗队的热身赛中,杜峰率领着没有郭艾伦一剑连的兰队,以77比66,战胜了缺少哈达迪的伊朗准国家队, 年轻队员所表现出来的潜力验证了姚明设置双国家队的优势,让更多的年轻球员有打世界大赛的经验,这是姚明的初衷,年轻的是国家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,余德豪、高尸岩组成的后卫线在上半场竟然临失误,这支伊朗队可不是什么水货,除了哈达迪没来以外,其他主力都来了,我们看到了熟悉的巴赫拉米,还有萨吉安等老将, 南篮篮队因为郭艾伦一剑连忧伤,或在美国训练而无法参加,派出的是在CBA联赛中能打上球的年轻队员,无前作为浙江上赛季冒出的优秀国内球员,在CBA联赛中证明了自己,但是在国家队还是个新人,没有郭艾伦一剑连,他成为这支球队的核心, 他此意贡献了18分3篮板4抢断,他的外线3分球,成为中国队最稳定的进攻点,内线的李源宇拿下10分,任俊飞贡献19分6篮板,长林也有7分,被球迷质疑的于德豪贡献了8分,高尚伦欢打大前锋也贡献了7分,中国南篮在下半场最多领先过20分之多, 伊朗队有经验都是老队员,相反中国南篮都是出生牛犊不怕虎,没有核心的情况下,他们通过这种大赛增加了经验,要知道中南篮的正台国家队在姚明退役以后,一直被伊朗压着打,姚明上任后决定实现双国家队制度,目的就是给更多年轻球员,打世界大赛的机会为,这也是为了明年的世界杯或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, 做准备,南篮队在小丁的带领下世界杯预选赛,打败了素敌韩国,如今杜峰又率领蓝队的非主力大胜伊朗,这也说明了姚明的政策是对路的,组建两支不同的国家队,让更多以往没有机会进入国家队的年轻人有了提升经验的机会,这将会大大利于明年世界杯或后年奥运会选财,只有让更多年轻队员参与到国家队去, 我们中国南篮的水平才能提升,为姚明点赞,为中国年轻球员点赞。